嗨 大家好 我是弄 昨天苹果发布会终于发布了 没看没关系 第二天早上肯定很多专业的数码国主会把昨天内容整理好了 repeat一遍发送给分享给大家 那我的频道不一样 我更多是对这个发布会产品或者说发布会本身的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关于发布会的预测几乎全的唯一有点缺陷的就是这个one more thing没有 但是我在预测里面就说可能有 很大的可能有 但是没有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们说发布什么 发布了什么 说其他东西不会发布 果然也没发布 好 这一点我们就是对苹果这个公司的尿性有一点自己的基础的判断 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分享怎么样利用苹果股票去挣钱 我也跟我说的一样 发布会结束那一下也是昨天苹果股价最低的那一下 那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我在视频里说的 因为市场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是对他期望值有那么多硬件的期望值 但是苹果只发布了两个硬件 那自然而然股价就会走低 自然而然那一下子就是很多人抛售的瞬间 而且每年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个规律 对 所以呢 昨天开盘就卖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只是后续还有一些其他操作 我有机会在文哥谈钱的那一部分跟大家分享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两个视频翻出来看一看 不会耽误大家时间 那关于昨天发布会的话 我就简单聊聊我自己想法 首先呢就是iPhone12 我想说就是我一直是期待那个mini 虽然昨天mini出厂方式啊 三个那个保险箱打开 然后最后最小的一个出来 并没有很惊艳的感觉 因为没有一个参照物就不觉得那个mini小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期待那个 因为我就是想单手持握操作 但是唯一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这个mini很多小的消息说出来 就是说屏幕不怎么样啊 然后不支持5G啊 这些小的消息都是错的 mini跟这个iPhone12是完全一样的 都有这个很惊艳的XDR的屏幕 然后14的Bynamic的这个A14芯片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对我们单手持握操的话简直是很大的福音了 那我相信这个mini也可能是卖的最好一个是它价格偏低嘛 二个是真的是大家想回归很多人想回归单手持握的感觉 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 那另外一趴的话 就是苹果那个HomePod mini HomePod mini这个东西的话 你无脑买了 苹果卖的最便宜的一个硬件了 99美金 到澳洲来花159 我估计是啊 那这个价格的话 就是闭着眼睛买了 苹果从来没有发布过这么便宜的就是原厂的硬件盘 那再加上又多了一些新的功能 它唯一有一个点没有讲的 在发布会里面没有讲的 就是它那个现在新有的这个Siri功能是只支持这个HomePod mini呢 还是它的这个新的这个Siri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什么和MAP联动啊 和所有的手机联动啊 和每个人联动的 这样的功能是也能够就是适应到原来那个HomePod上面 如果它是不能适应到原来HomePod上面 那原来那个HomePod真的就是一个好的播放器了 虽然我还是会皮 因为我们家是用那个HomeKit嘛 就很多灯都是用HomePod来控制楼上楼下都是的 所以我楼下一直用HomePod的 然后楼上的灯一直没有办法控制 都是用开关或者用手机控制 那现在的HomePod mini 我可以把它放到楼上来 然后正好楼上也不需要很强劲的音乐 所以这个楼上HomePod mini呢 就完全可以覆盖我的控制器和一些其他的日常的工作 也包括这个一些音乐的需求 那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你如果是有这方面需求 HomePod mini方面的需求 当然是闭着眼睛买就可以了 皮管产品肯定不会差嘛 那如果你是完全不用这些方面的话 包括你是国内的用户的话 那这个HomePod mini的话 可能市场就相对会小一些 最后一拍 我就想说很多人看到Pro的那些宣传啊 发布会的内容 可能脑袋一拍一热啊 你觉得哇Pro怎么这么强啊 你一定要买 实际上我想说 真的对于普通人来说 你可能真的不需要Pro啊 这一期的Pro真的是让我可能都觉得就是它在苹果自己啊 它都有一些隐藏了一些内容啊 首先啊 它那个夜拍模式的话 iPhone12也是有的 它是iPhone12的时候先介绍的 所以呢 再说到iPhonePro的时候 才说它的那个夜拍会更强大 然后它还有一个雷达那个功能是 然后强调的功能竟然是那个自动对焦 那它还说了它那些色彩 HDR杂吉他吧 那些照片啊 还包括照片的肉格式 那我一个一个来说 照片的肉格式 那你不是专业拍照的人 根本就不会用到 再加上你如果是专业拍照的人的话 那你也知道一寸底啊 底越大 这个噪点就越少 它不管怎么样 苹果用它的算法 只是让这个在它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 它更多的还是套了它那个增大那个底和增加了一个机械防抖的功能 对不对 那苹果自己也说了 他说我们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底 然后就可以有了更好的这个摄像功能 这是什么好说的吗 另外一方面的话 苹果的这个色彩科学啊 它的色彩这part真的是做的很不错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iPhone Pro的那个拍电影的那种感觉啊 你可以感觉哇 这个可以拍出那样的事 是的 你确实可以拍出 然后颜色也可以调成那样 但是真正拍视频的人也不会用 为什么不会用呢 是因为它只强调了它的色彩 还有一part就是最重要最重要 我们拍视频的一part就是景深 背景的虚化才能focus到前景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 前景的虚化才能让整个空间更有众生感 更有层次感 这些他都没有提到 苹果的苹果的虚化功能是不行的 我本来很期待说是苹果现在可以提供一个就是非这个计算演算出来的那种虚化 因为它计算演算出来的虚化边缘都有户的 跟真实虚化是不一样的 那苹果既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的话 那它只是在色彩上有所帮助的话 意义没有那么大 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ROGES啊 这个普通人真的真的真的是不会用到的 所以呢 看完我的视频 再结合苹果洗脑的这个文案和宣传啊 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iPhone Pro的这些照相或者拍摄的功能啊 如果你真的只是需要一台准入门槛更低的设备啊 开始拍摄你自己的Vlog 记录自己的生活 那么iPhone Pro是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你只是把新的产品当做自己平时生活中的伴陪伴 一个新的手机 那么iPhone Pro真的不是一个值得你多花三四百刀去买单的产品 那今天我就说这么多啊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视频对你有帮助 或者说就单纯喜欢我的视频啊 记得点赞收藏好评论 我很开心跟大家互动 see you